老公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班人 你也不想看着你 你亲手捧起的巨星 就这样消失在娱乐圈洪流之中 秦拓 你应该知道 唱歌这个行业 对心脏要求很高 如果有一天 神血沉在鸟潮的演唱会上 心脏跟不上音符的跳动 那么他这颗 闪闪生起的歌星 就会消失在 时代的潮流中 而你只需要在背后写歌 你的心脏 刚好又能匹配他 常雷 我不许你这么说 为了秦拓 我愿意放弃天后的身子 只要秦拓愿意 彼然使吃 if you want it 你 你 救救灰 我 不 天使 努tar 秦托 你嗓子哑了根本就不是意外 是我在你的饭里下了 谁让你的嗓音条件这么好 写歌要这么厉害 如果不是让你哑了 怎么会心甘情愿的为我写歌 现在 我已经成为了红遍大街小巷的天后 而你 自然什么也不是 上一世 你手段有机将五毒眼 退我下落 出国一世 我必将拿回一切 秦托 你回来了 最近怎么回事 老师这么晚才回来 我去酒吧住畅 天后巨星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场了 这事我给你蒸的鸡汤 给你身体 本想放弃前世的恩怨 没想到 这一世你还是要害我 不是 秦托你怎么了 你等着 我去给你找个东西 上一世 我被你用积粗毒眼来不自知 反而死成乱打 不愿意和你已婚 落得个被你推下罗的相承 这一世 我不会再这么说了 秦托我有事想跟你 不必说了 这婚 我贴 不行 你们不能离婚 肖美颜 你怎么来了 雪儿 你是不是疯了 这些年 秦托他日以继夜 颠倒黑白 含辛辱苦 隐军会为你创作 你们怎么能离婚呢 日以继夜颠倒黑白 那些手稿 就是他日以继夜的后果 神学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秦托他写的歌 非常优秀 你离出你 只差时间和机遇了 肖美颜 你要是这么看好秦托 你怎么不跟他在一起啊 雪儿 你在说什么 秦托他是你的丈夫 而且 你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啊 感情 感情是这个世界上 最没有用的东西 要想成为当红明星 要想成为文于天后 靠的是实力 靠的是背景 靠的是背后的金主 是吗 是 只会写歌 一辈子永远的路 仙女助凡尘 众星引牌的 我跳的 是众星捧月 是大红大紫 是天上的心景 是全国爆红 名垂千古 是在万人的演唱会上 受到万人的景仰 名流百事 是你这些货歌 永远给不到我未来 雪儿 你 你什么你 雷言 不必去 今天这婚 我离定 雪儿 我告诉你 众星捧月会有 妖朝演唱会会会有 万众龙墓会有 明镇歌坛也会有 但从今往后 能走在红帝堂上 人 一定不是你 秦拓 就凭你 你以为携几手 否则就能出名吗 秦拓 从今日起 你我恩断义 和你离婚 将会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好的选择 感谢你如此爽快 送明日之星 直灯九霄 不飞于天 今天晚上八点 天王巨星选拔赛 我会让你看清楚 跟我之间的差距 我会让你看清楚 跟你在一起 我到底受了多少委屋 我会让你看清楚 离开你 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那我也会让你看清楚 没了我的歌 你 什么也不是 就凭你 秦拓 我倒要看看 一个靠写歌 连生活费都赚不够的男人 到底能优秀到什么地理 你要是个男人 今天晚上八点 你也可以来试试 不过 你的嗓音 未必还能唱得出歌来 秦拓 雪儿她就是气糊涂了 最近天王巨星选拔赛 她压力太大了 要不 等她继续了 我再跟她好好说说 不用等 这天王巨星比赛 我会去 秦拓 你别装了好了 这种比赛 根本就不是你能评论的 也更不是你能宽裕的 是吗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不仅仅会参加 而且是受邀 我只希望 比赛结束以后 你神雪 不会跪下求我和好 让我跪下来求你 秦拓 你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 唱歌的基础条件 起码是要能发得出声音吗 这个窝囊废 喝了我的鸡汤 马上就要成为哑巴了 还不自知呢 那我们走着瞧 就凭你 真以为自己是蒙面歌王 你不是 你不过是被我弃之如鲁的窝囊废 这辈子 都不可能抬起头来 我责你 秦拓 此时雪儿她就是意识冲动 要不等待 媚言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愿意 只是你和雪儿 那么多年的感情才接触 我那些年的感情 就全都为了高 媚言 媚言 我 我 媚言 救命啊 媚言 媚言 我发誓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我道牛坐马地照顾你 好吗 上理事 秦拓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媚言 你相信我吗 我肯定相信你啊 上学的时候 我就相信你 以你的才华 肯定会有前途的 都是神学 她没有眼光 对了秦拓 我同学的男朋友 刚好是国内娱乐 龙头企业 凤凰集团的高管 我这就去联系她 没有 我有自己 秦先生 您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我相信 您有我共亡娱乐的知识 一定会成为圈内金牌一个人 不好意思啊 李总 我曾发过誓 是会为我老婆写歌 我还没有完成它成为国于天后的梦想 可能要让你失望 那还真是可惜了 不过秦先生 您有朝一日 改变主意的吧 随时领情 这一时 我一定要把我失去的 全部夺回来 李总 凤凰集团 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现象级的天王巨星了 现在收入也很理想 如果这次 凤凰集团再培养了 不处于天王巨星 恐怕 就落落 那位给神学写歌的秦先生 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吗 他的歌我听过 非常的好 真是可惜 神学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唱 只要秦先生签约 我们凤凰 他一定会是下一位天王巨星 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加入任何公司 真是可惜 李总 是秦拓 秦先生发了个邮件 里面还有一首歌 快给我听听 真是神学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我就知道 这个秦拓 他一定会是未来的天王巨星 这么说 我们凤凰娱乐 有救了 他发来的邮件里面 有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东西 只要他愿意签约 提什么条件 我们都答应 秦先生发在邮件里 没有其他内容 就只有一首歌 他这一定是在等我们提条件 给他打电话 现在就打 秦先生 您好 我是凤凰娱乐的李倩 我们之前见过面 我知道 秦先生 请您一定要签约回凤凰集团 凭借这首歌 您一定能成为下一位天王巨星的 我会与凤凰集团签约 答案 我会出现在天王巨星选拔赛 我在那儿等 故事不后 李总 这个人是不是很太狂了 立刻被急 我要亲自去现场 签下这位歌坛未来的天王巨星 通知所有媒体赶往现场 他们将见证下一位天王巨星的赛事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哇塞 你可是蒙面歌王声音如此动体 我把手传进 唱三千的首歌 每一首歌都载入人业残验 我塞 好 我会蒙面歌王的神本 去做天王巨星的嘉宾 你 你们在干什么 哎 你都不能费 既然还给他 我已经找到了 出轨来的消息 你想找死 闹成全 再敢对我动手动机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没事吧你 今天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拿回我的东西 拿东西 你休想我女儿已经和你离婚了 这房子里所有东西都是我女儿 你什么也没想拿走 我告诉你 我只拿回我的原稿 其他的全当我施舍给你们 施舍 我呸你好大的口气 我们家需要你这个废物来施舍吧 至于你说的那些原稿 是这些吗 我凭什么要给你 这些都是情货的 是你们还给吗 给我闭嘴 闭嘴 这些 全部都是垃圾 你以为我会稀罕吗 性情 我告诉你 雪岸早就应该跟你这个废物 离婚了 张总才是我们雪最好的归宿 就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有张总的力吧 我姐选拔赛肯定会大红大紫 而你依旧是那个废物 是吗 可结果恰恰想法 我会成为国语天王 而谁选你这个机会 你怕不是脑子伤坏 怎么能说出来如此 我看呀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救救你的嗓子吧 万一明天成了哑巴 那你想当天王的美梦 可就要泡汤了呢 原来给鸡操下毒的事情 我们一家人都吃了 都点还多吃了 还真是够可恶的 这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现在把我的元界还给我 我马上走 给你 给你 现在拿好你这些破了 更坏蛋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 我会向你们证明 没有我能决什么也不是 到现在还在做梦 你是真可 距离天王巨星选拔赛 还有七个小时 你不是想证明自己吗 选拔赛 你敢来吗 我会选 但结果可能会让你们失望 因为这次选拔赛的主角 是我 接了 这里这么多问题都在 你一定能快乐 加油 走 各位老师好 我叫沈雪 是一个心里怀揣着音乐梦想 心地单纯 善良的女孩 张总 雪岸没问题吧 当然 沈雪的生命条件本就不错 再加上 我早就将资料送给了凤凤比赛 这次的第一名 必定是他 这次第一名的奖励 可不简直 难道 那直接出专辑 不 是能和最近抱货的蒙面歌王 同台成 我只能和蒙面天王同台演出 那以后必定是天后级别的人物 雪儿姐 你发达了 可不要忘了我没有 我们跟雪儿姐是什么关系 她怎么会不提醒我们这些姐妹呢 成总 谁喜欢小勇 谁喜欢小勇 唱歌不错 怎么 声音 主怎么低啊 旗子 这个废物还真敢来啊 还带着那个姓肖的 终于赶上 你还真敢来啊 我以为你说这玩玩呢 可能是这个废物 也想看看我女儿是怎么红起来的吧 就怕她的小心大了承受不了 毕竟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家媒体 估计她这辈子都没见过吧 看看 我女儿现在可是第一名 这天王巨星比赛 你不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 行错 你没 假 我为什么会 难道说沈小姐对我做了什么 没有实现 怎么会 她明明喝了我的鸡汤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这里是天王巨星的选拔 来这里的每个人 要不就是声音条件优秀 要不就是创作条件好 你来 没用 还有一些是背底的没有唱功 靠身体上位 比如 你 你 你有梦想 我可以理解 毕竟这么些年 你给我写了这么多首歌 但你那些歌 真的很一般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神学唱的根本不好 我唱的不好 清拓 今天居然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实力 笑 你敢说我姐唱的不好 我姐可是校园十家歌手第十名 可我怎么记得 当年我们参加校园比赛 总共有十个选手 而你才参赛资格 是歌腕 从教导主任来要的保送资格 你在胡说什么 各位老师 这里可是天王巨星的选拔赛 我绝对不允许有人在这 耽误天王巨星的选拔 滚下来 凭什么 秦拓也参加了天王巨星的选拔赛 报名有什么用 今天来参赛 要么是音乐学 要么是小有名气的歌手 他秦拓就成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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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秦拓 这个舞台不适合你 滚出去 我不会下去 今天这歌唱定舞 唱 你倒是问问台下的人 愿不愿意听啊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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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带走 秦拓你快去唱歌 小儿 这个怎么办 这个废物还是不好到罗伯兰面前 这是鬼要是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把他给拉下来 是会不会不逃 而且这个废物 他嗓子也不哑了 他要是会唱歌 这么多年早就火了 嗓子哑不哑 他都永远无法超过我这个第一名 也是啊 我的看 这个唱几年都没火 废物 唱到他们什么好歌 我想他应该唱不出来什么好歌 舞台是公平的 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有的人从上台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会成为明日之星儿 有的人从上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 是笑话 你说的没错 舞台是公平 观众的眼光 是血亮的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你这死为的第一名 是如何被我碾压的 清拓 你要在这里不止死活 现在第二名的票 才七万多票 而我第一名 现在有八万五千多票 像你这个杀猪般的反应 连榜前一百都进不去吧 用什么赢我 用什么 用一首歌 用上辈子我把你捧成天后的一首歌 用未来十年 整个乐团最震撼的一首歌 哈哈哈哈 清拓 你都还没有成名 就已经得了妄想症了吗 你说 你的歌震撼了乐团 我看是你脑子里的肿瘤震撼了乐团吧 你还是快唱吧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 想听听你唱的到底有多难听了 快唱吧 唱啊 我不敢唱了 我唱啊 我唱啊 你就已经带来 rapid 我唱章 没 这个 没有什么能够阻操 一点 他 好 这些人太优秀了 真正写的太好了 费泪泪拳已经做到世界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地址 黄毅杆 人家说 人家会 放火 现在新人都这么强了 咱们这些老婆都很怕失业 陈雪不是说 这人是个光光会吗 他这次看走眼了 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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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觉起 我这是见证一个星星觉起啊 怪不得他的口气那么大 原来是真的有金刚钻 看来他真的要成为天王巨星了 星光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他怎么能谁学这么有水平的歌 他秦托什么时候这么有本事了 这么多人喜欢 这次怪女肯定是他了呀 秦托 你一定会得高分的 这次的怪技一定是你 秦托 你是不是高兴领导 还怎么了 对 这次比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可不是评委 而是观众投票 虽然评委看好你 但是观众不投票不买账 你一样完蛋 星雪 我能亲自送你做天后 也能将你拉下 自己成为天王 是吗 那你又怎么知道 观众不会给我投票呢 在后世 蓝莲花疫情推出 列车被广大歌迷观众送回神作 观众投票的话 我赢得更晚 我跟你朝夕相处了这么久 你几斤几两 我心里是一清二楚 就你那点水平 还想让观众给你买票 没把你赶出去都算你信用 石雪 秦托的歌我很喜欢 他一定会得高票的 你喜欢 你算老几啊 这老子说了算 你喜欢你喜欢就能换来投票吗 以他的水平就算能超过一百票 那都算烧高香了 让我们再次鼓掌 感谢秦托为我们的演唱 现在请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开始投票 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 那我希望一会儿结果出来 我拿了冠军以后 你们不会野红 野红 野红什么呀 野红你是个废物 野红你拿不到一百票 秦托 我看你脑子是有病 秦托 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 但证明自己的前提是你得有实力 你有吗 秦托他当然有 俏话 他凭什么用啊 他要是有实力跑不就出名了 还会像废物一样待在家里 我抢贴呀 看他唯一的实力 就是骗女人 要不然 你怎么被他骗到手 还不自知 只可惜啊 这里是歌手比赛 他的歪猛邪道拍不上用场 没错 今天秦托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黯然离场 秦托 我劝你还是赶紧退出比赛资格 赶紧滚吧 免得到时候票数一出来啊 丢人现眼 神学啊 神学 你越是怕我留在这儿 我越要在这儿 跟你屏下去 谁怕你留在这儿了 秦托 你现在是不是还搞不清楚状况啊 我这是在为你好 而且我现在有张狗秦托 我的实力又远远超过你 我为什么要怕你 秦托 你啊 就别再虚张声势了 没用 明白吗你啊 虚张声势的是你们还是我 马上就能知道了 各位观众朋友 投票已经完成 请看大屏幕 怎么会这样 这投票怎么那么多 观众投票都这么高 这个情组还是有些水 亚俗共产 这是啊 冠军 这不是冠军谁能当冠军 喂 喂 老板 第一个准备明天的头碗头条 明天出了一个超级新人 它一定会是明天的焦点呢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票 姐 这小子观众投票太高了 那当然是人家秦托 歌唱的好 自己也写的好了 秦哥 你以后一定会火的 到时候 你别忘了我们这些小透明啊 秦哥一看就是要火的命 不像我们 要唱功没唱功 要创作没创作 一辈子都要当没人气的小歌手 秦托 你赢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是冠军的 我相信你一定行 没有 秦哥 有事吗 我刚才都在跟你开玩笑 其实以前我对你都非常的满意 所以你能不能看在这么多年的缝上 跟雪儿一写首歌 让雪儿一火你把他 是 你看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来说断也不是能轻易能断 你让我解火了对你便有好处吗 不是 写一首歌对我来说确实不可能是 但他这个胡思 不配 不配的是你 已经被你的票到了 张伟 你要干什么 秦托 你别太嚣张了 我劝你最好乖乖听话 不然 我勇士办法成真 这是天王比赛现场 不是你家 你还真没搞的 这儿啊 还真是我家 我现在给你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一分钟之内 你给我跪下 然后从这里爬出去 我呢 可以口一口 让你体面的保留你先 那我要是说不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哪个爆火的一人背后不是公司一手控制 你当真还以为你能自己控制 他就要服务 我自己得来的分数 我凭什么让出去 张总 既然他给脸不要 那我就别对他客气了 帮我整他 往私立整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做 秦拓的数据统计有问题 替我往下调 秦拓 张总已经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不珍惜 现在就别怪我不客气 只要有我在 今天的比赛 你拿不到冠军 下次比赛 你还是拿不到冠军 这辈子 你都不可能拿到冠军 更别想活起来 怎么回事 秦拓的票 掉了 我捏图了 都掉了 第三 第十 这就前面搞定了 也是不能进一期 就连让人记住名字 现在都忍了 秦拓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舞台不适合你 秦拓 这就是你的本事 最后一名 废物 就是废物 不给我女儿写的 你也别想活起来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 滚下台势 滚 让我请你走 还是你自己走 秦拓 最后一名 我要是你 我都没脸说话 而你呢 还要站在这里 大言不惭 好好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你现在的热肚子 在最低点 这才是你的人生位置 明白吗你 刚刚给你脸 你偏偏不要 现在好了 看你还怎么张狂 秦拓 看到了吗 你的实力啊 不过来 像今天这样的场合 也没有你的柔身之处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爱给我滚出去 不 快滚 明明是你们爱想操作 你们 我使 对 我们就是爱想操作 你能打我们怎么打 你给我等着 秦拓 你更应该回归现实 别做你的明星梦了 赶紧滚回你的乡下养猪去吧 哈哈哈哈 姐 这 姐你快看出事了 过去 这又冒出来了 比刚才是都还不能让 难道 连红鱼乐都压不出首歌的热度 这太疯狂了 我逃的票终于有用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 你先问问什么情况 这什么情况 这到底什么情况 我不是让你们打压吗 他怎么还能出现 我们已经打压了 但这首歌还要冲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这家人太多了 那就给我打压二十倍 我已经让人在操作了 但是 这事都完全控制不住啊 那就五十倍 一百倍 一定要回家下去 不好啊 张总 控制是被一个女人打厂了 短时间内解决 把这个倒播之后 行动的分数 会不正常啊 你 神学 你刚才不是想让我给你写一首歌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刚刚唱的那首歌 原本就是写给你了 并且能奠定你天后的技术科系啊 被你亲手毁掉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改变不了 我今天就要改变 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个废物 站起来的 我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你要赶紧想办法 一定不能上这小子的冠军 我想到办法了 这首歌 这首歌是我的 所以观众不能给他投票 你们看我干什么 这首歌就是秦拓抄我的 所以我自然不能让他得票 对对对 这首歌是秦拓抄袭神血的 所以他不会得到你们这么高的人气 更不赔得到你们的投票 这首歌是抄你的 你确定 谁去 在乐坛抄袭可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 能让一个歌手从此身败名裂 永无翻身之志 你有证据吗 妈 我那些手稿呢 赶快给我拿过来 赶快赶赶赶赶 赶赶赶赶 这些元导都在我这这就是铁证 秦拓没想到 你给我写的所有歌都在这 资的是护印镜 元导居然在你手里 那这首歌还真是吵的 我本以为又一个心情然然生起 没想到 居然是个烧酒 也不能这么说 咱们不是还有一个月看星星吗 对对对 既然这首歌的原创是神学 那这次的冠军应该也个神学 神学冠军 神学冠军 大家都听我说 这首歌原本就是秦拓的 是神学 他撒谎 姜美颜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铁证都在这里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些明明都是秦拓的 你说是秦拓的 你有证据吗 空口无凭 还敢说是秦拓的 真不愧是秦拓的你 真是意以求之合 谁告诉你 我没有证据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 让观众朋友们看看 你的证据不会就是你的嘴了 我手上铁证如山 你手上空空如也 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夸夸几分 还不可以给我滚出去 这次的舞台是留给各位歌手 公平竞争的 为了给蒙面歌王挑选队 你这种抄袭狗的出现 简直侮辱了舞台 侮辱了蒙面歌王 你没资格战飞车 滚 秦拓就是抄袭狗 抄袭狗就该死 抄袭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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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要证据吗 我给你 李总 你可以到现在 李总 你想给打电话的 该不会就是凤凰娱乐的总裁 李倩李总 凤凰娱乐是全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人家李总更是李家 千金身价不知道几百亿 就为了拟催一个电话 眼巴巴的快要给你送出所谓的证据 该不会是经受不了打击老孙 听臣市场的吧 秦拓 要不我们先走吧 歌唱比赛那么多 我相信以你的实力一定会出头的 美严 我想出头一入反尘 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不允许被别人偷走 秦拓 你这个抄袭狗怎么死到领头 还是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 姐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但是 像你明知道自己犯错了 却还不加悔改 那就没办法原谅了 依我看 把你赶出今天这个比赛 那是轻饶你 姐夫 还是动用您的资源 把他给封杀了 封杀 好主意 本来对一个歌手而言啊 最重要的就是唱情 就是就这么放过你 的确是对其他的歌手不公平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就代表我张家的 红与娱乐 向整个娱乐圈提议 永久封杀秦拓 对 永久不能唱歌 永久封杀 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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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封杀谁啊 凤凤娱乐的总裁李倩 竟然真的来了 凤凤娱乐总裁怎么来了 凤凰娱乐作为全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总裁李倩 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娱乐圈的女王 他让谁火谁就火 他让谁死 谁就得死 走走走 赶紧去套他进一步 李总 李总 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李总 我是张磊 这红与娱乐 就是我张家的 这位神学 就是我女文 李总好 什么叫角色 我没空认识 你跟 要封杀谁 我们说的是情拓 是 这小子他抄袭我姐的歌 你这不等着封杀他 等着干嘛呀 李总 我知道您眼里一向容不得杀子 对于这种抄袭狗一向都是封杀几度 今天呢 我刚好邀请您和您的凤凰娱乐一起 联手封杀几度 李总 对待情拓这样的抄袭狗 您可千万不能留情 否则毁掉的可不只是今天的比赛 而是整个娱乐圈 为了娱乐圈的未来 您应该跟我们联手一起封杀几拓 放死 你们说琴拓是抄袭狗 我看真正的抄袭狗 是你 李总 这是怎么回事 这首歌它明明就是我唱的 这原稿都在这呢 您怎么不分青红造白就打我呢 是不是琴拓 让您误会我了 是啊李总 原稿就是证据 你肯定让琴拓给骗了 这不怪你 肯定是这个琴拓 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琴拓 你抄袭眼就罢了 竟然还敢倒打一把 忽辱神学的名声 我告诉你 你这叫造谣 你这叫诽谤 我现在就可以请律师起诉你 让你坐牢 对对对 就让这个王八蛋坐牢 敢污蔑我女 坏死 原来误报别人 您是需要坐牢的 那看来 你们全都要进去 无数八道什么 造谣的是你 坐牢的也只能失去 李总 就算你是凤凰娱乐总裁 背景犯 也不能这样空口无凭 污蔑我的人吧 李总 我手上可是有铁证的证明 秦拓抄袭我的 您可别被他给骗了 神学 你是不是以为你拿了我的手稿 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不然呢 难道观众不相信我手中的证据 而是相信两手空空的你 我不是两手空空 李总 辛苦 李总 你被这小子给骗了 他不能趟这张 否则到时候对 还有凤凰娱乐都不好 李总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 我一定要相信证据 我相信的就是 各位 各位 内容上面的版权登记 比原稿的时间要紧 现在你们说 谁是原划 谁又是抄子 看来这首歌 真的是秦拓的原划 这种矿是人取的温室 秦拓 简直就是天讲奇才呀 恐怕 只有蒙面哥王 能把他并肩了 这王八大还真有证定 怎么可能 快进 听错 你可真会算假 为了这一天 你肯定计划了很久 只是碰巧 误打误撞 让你赶上来 你们这就叫自作孽 故可 来人 叫我的律师起诉神学 力争扮成品 让他在牢里 好好改造起 张总 救救我 救救我 怎么 张总就是要帮这个抄袭狗吧 难道说这红语娱乐 也像张总一样 会帮着一个抄袭狗吧 你 你别胡说八道 污蔑我们红语娱乐的名声 我只是觉着这首歌的重点 不是抄袭 而是神学和你以前是夫妻 你秦拓的成 自然有神学 对对对 我们以前是夫妻 所以秦拓创作的歌曲 必须有我的意外 就算秦拓不是唱 这首歌也不属于他 就算违规 所以这首歌 在没有我们两个人的主持下 谁都不许唱 你们还要脸吗 李总 这不是要不要脸的问题 这是个人财产 神圣不容侵犯 说得对 他秦拓 凭什么拿着属于两个人的歌 给他一个人谋不利啊 这不公平 所以我建议 评论继续取消 秦拓的比赛成绩 你们 你们的意思是 我现在重新唱一首 和他比一次 让观众重新投票 那这第一名 就重新属于我了是吗 到底是这样的 没错 不过你的歌 恐怕没那么容易 都在观众 当初没有我 你能写好这首歌吗 现在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 你竟然还想唱这么一首 受欢迎的新歌 你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是不是白日做梦 我们用歌曲去 秦拓 你别冲动 李总 相信 相信你 相信你 就上去唱儿歌吗 像蓝莲花这种 叫好又叫做的歌 一个歌手 一辈子能做出一首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难道还想做出第二首 姐 当初他能写出蓝莲花 全靠你指点 现在他没了 你肯定不是要自己 挤筋挤脸 你就别拦着他 让他上去 让他在大家面前出手 让大家伙看看 这蓝莲花 到底是谁 好 那我不吃木族 带 各位 喂 你就耍这种手段 这 李总 刚才断电了 这也没办法 要不让他们俩比比乐器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神学小题七十几 这也没办法 毕竟最快的抢修 恐怕也需要好几个小时 李总 就听他们的 用乐器 你可以吗 放心吧 青拓 我承认 我唱歌的天赋 的确是你的 但你跟我朝夕相处了那么久 你应该知道 论声音条件 我没有你用手 论乐器 不管是钢琴吉他 还是管弦 我都刷你十条钱 更别说 我是小一琴皇后 正是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才有事无款 天堂有路 你就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这位老师 我要带来一首 技大调 我去 神血虽然唱歌了 但这小提琴十几 果然不简单 在国内能拉到这个 你心服也没什么人了 满分必须满分 到你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对国外的乐器一概不值 如果你刚刚不跟我比乐器的话 你还有赢的机会 现在你彻彻底 因为我对国外的乐器 表如指掌 国外的乐器 就一定比国内的好吗 什么意思 乐器库在哪 给他拿乐器 不要拿乐器 拿片门的 清托 你拿什么和我比 怎么都是些不出名的乐器 电吉他还有钢琴 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准备 李总 这些乐器足以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古典乐器 这些乐器 曾经也想吃整片大陆 我选 你确定用这个 没错 就是他 清托 你脑子是不是傻了 他要用唢呐和小提琴 技大调 那可是世界名曲 有的人还认识在 这已经输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会输呢 就你那做玩意儿 怎么跟高贵的小提琴相比 更何况 我弹的可是世界名曲是技大调 我要表演的 就算是世界名曲在我面前 别再激透 哈哈哈哈哈哈 就你那破玩意儿 怎么跟技大调相比 怎么跟世界名曲相比 我看啊 他是故意 他丢人的吧 请拓 要不然 你再考虑考虑 索娜本来会的人就少 这些年被西洋乐器冲击 基本上没人会 更不要说 是索娜的调 更少 他怎么和技大调比 对啊 这还没理 我只有已经数了 不 还有一位能力 你是说 那首 这一箱失传的曲子 你是说 那首 《象征人生字》 曾经一旦吹响 就能让整个龙国大陆 都为之正好的曲 难道 他真会 都能让整个龙国大陆 我都接不了 说那一箱 白鸟无语网 白鸟嘲讽 白鸟嘲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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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到 千万别投票 没生投票 一定没生投票 请拓 恭喜你 通过实力 证明了自己 我看现在 还有谁敢说 琴破超 还敢说 这个蓝莲花 有他一半的功能 从刚才的表演 可以看 琴破 是绝对英雄的 音乐天才 神血 别给他贴血 都不配 现在 熟是熟悲 已经非常清楚了 超习狗 就是这个神血 还倒打一盘 拔水脚 简直可无至极 这种 还怎么在赢的 签混 我建议 全面封杀好 没错 像神血这样的女人 就该封杀 各位 我凤凰娱乐 第一个封杀神血 请问有谁要联手吗 我们也联手 封杀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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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破 我不要以为你多了不起 把我逼击 我一样可以拿下你 金座 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 我绝 是你对我下毒绝 还是你给我戴绿帽子绝 孙血 我也不瞒你了 今天我唱的所有歌 原本都是我 为你一个人准备的 什么 给我一个人准备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今天的冠军 凭尾的赞赏 观众的欢呼 包括整个天王的地位 原本都是你一个人 可惜啊 却被你生生晃掉 多许 这就叫自作自受 你骗人 这都是骗人的 你是不是想让我后悔 这 这不是真的 秦拓 跟他这样的女人 还有 秦拓 咱们赶紧回归比赛 各位 现在我宣布 秦拓 就是本次比赛的冠军 谁允许秦拓当冠军的 谁允许 我当冠军的 陆强 你来做什么 陆佳 是蒙面天王的主办方之一 我为什么不能 你 陪滚出去了 请你放尊重一点 秦先生是我们本次比赛的冠军 冠军 这次比赛 是专门为蒙面天王选队 我觉得他 不适合跟蒙面天王唱歌 从哪来 回哪去 姐 我们有救了 听到了吗 这个舞台不是为你准备 赶快给我滚出去 还真以为自己写了手破歌 就能一飞冲天了 做梦 赶紧个滚 你们怎么能这样 冠军 明明是秦拓了 你们这是黑幕 黑幕 这比赛都是我们办的 最终解释权在我们手里 你这个参赛选手 没有几个办法 不说秦拓 你还赖在这里不走是吧 难道还要让陆少 亲自请你不成 既然这场比赛 是给蒙面天王准备的 那今天谁来 都哄不走 而这个冠军 我更是实至名贵 我管你是什么陆宫 七宫都管不了我 实至名贵 你有什么可实至名贵 你长相丑陋 身高不够 品德败坏 才华更是没有 那实至名贵 你根本就不配当精英的冠军 更不配 当蒙面天王的队友 我配不配 我配不配 拿这个冠军 配不配成为蒙面天王的队友 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 那能谁说了算 难道 不是你说了算 当然是我说了算 因为只有我 才能登顶着大厦歌坛 成为唯一的天王 而你们 在我眼中 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 跳梁巧丑 难堪大用 难成大事 好大的口气 你这样说话 把蒙面天王置于何地 陆公子 您可真是英明 瞧他那个嚣张的样子 要是让这个傻逼 给蒙面天王当队友 他转过头来 估计都能把蒙面天王的风头 给抢了吧 陆上 你赶紧叫人 把这个神秘病弄走 我女儿 绝对适合 当蒙面天王的队友 至少我女儿 没有这个傻子 那么狂妄 不急 我到时候看看 谁才是小主 我很好奇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敢说这样的话 该不会是李倩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也不怕告诉你 李倩 他也没有资格 跟蒙面天王 拍张关系 我的自信 无需来人任何人 我的作品 我的歌 便是我的自信 唱两首作歌 还真被你抓上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蒙面天王的力 你这两首破歌 原来不知道谁来多少首 没错 蒙面天王可是九天之上的浩月 是多少年都见不到的天才歌手 而像你这样的窝囊废 站在蒙面天王面前 连引火都算不上 就你的水平 哪来的资格参赐信 你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们口中的九天浩月 天才歌手 蒙面天王就是我 听错 蒙面天王就是我 听错 你说什么 你是蒙面天王 笑死我了 你们都听到了吗 他竟然敢冒充蒙面天王 秦库 你确定你说的那个 风景在将来要一大厦歌谈的蒙面天王 是你 没错 是我 秦库 你真的是唱了两首歌就飘了 你冒充谁不好 你竟然敢冒充蒙面天王 你胆子还真不小 你知道蒙面天王在我们娱乐圈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吗 李健 这就是你看着明白 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 秦先生 我知道您实力很优秀 但是蒙面歌王确实不能随意冒充 他是我们大厦歌坛不可逾越的泰山 而且圈中论资排位很严重 您冒充他的话可能会引来很多麻烦 是啊 秦库 这话可不好乱说 我还怕对你以后有不好的影响 怎么 连你们两个都不相信我是蒙面天王吗 我不是不相信您 只是 行了 小子 你还真当真了 什么 蒙面天王是你这种窝当费能碰瓷得了的 蒙面天王可是我陆家的座上宾 是吗 可我怎么不记得啊 我去你陆家做过课 你还敢在这嘴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把蒙面天王请过来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把蒙面天王请过来 天哪 如果能把蒙面天王请过来 那么今天晚上 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大新闻啊 蒙面天王性的随时地点 从未在公众使用中落过面 郑国公子真的把他请来吗 人家可是陆家大少女 肯定是有蒙面天王的联系方式 我们等他好戏吧 秦库 怕了吧 竟然敢在这里冒出蒙面天王没想到路上 能把郑国叫 我要是你啊 我得找个地方我窜你 能惊动蒙面天王啊 你也算创建了律师 你可千万别走 我倒要看看蒙面天王 咱们组置你这个冒牌货 我要是走了 那今晚这一切 岂不是没有意义 搞笑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干嘛 地球离了你还赚了 就是 你这个废物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吗 你如果真的是蒙面天王的话 怎么可能还会是今天这样的下场 真是搞笑 确实今天的下场都是我咎由自取 是我没有看见你真面 所以才能让你今天 让你此时此刻能在我面前阴阴火废 不要把你自己说的这么 你也没有这么伟大的本事 陆少 我看啊 你还是赶紧把蒙面天王给请过来了 免得这个废物啊 一桩到底 还真的让大家以为 他就是蒙面天王呢 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名吧 喂 喂 陆少 找本天王 有什么事吗 这蒙面天王的手机 什么在你找你 你真的是蒙面天王 没想到 蒙面天王 竟然真的是秦三少年 陆少认证 还能有假吗 你不可能是蒙面天王 这肯定有问题 陆少 你这话码是不是搞错了 要不你再检查检查 这就是蒙面天王的天王吗 不可能有错 不可能 我跟他在一起了这么久 他如果真的是蒙面天王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而且 他又怎么会甘愿一直默默无闻的 品尝自己的身份 这一定是假的 假的 那是因为我想把这机会让他 这些年 我为了成就你天后的梦想 放弃了自己蒙面天王的身份 打造了这身哥 只为捧你上天 可惜啊 这一切 被你自己生生的丢弃了 哎呦 好女婿 你是蒙面天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你和雪 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你看 要不让她当你的队友 怎么样呀 是啊 姐夫 你看 要不你跟我姐 再复合一起 你们俩就是这个圈那的 神仙圈里的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 琴托 你看 我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如果选队友 一定会选择我的 对吗 这蒙面天王队友的身份 谁都可以当 而你神雪 呸 琴托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想要跟我复合 你有这个台阶 就赶紧给我下 神雪 你觉得这样的机会 我看得上 听着 你别不识好歹 你别以为有理切保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要是敢不给我服语 就算你是真的 蒙面天王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是吗 那我当时想看看 我会有什么下场 琴托 我给你面子 你是蒙面哥 我不给你面子 你在我面前 屁楼出事 你最好乖乖跟我合作 我还可以给你机会 但是你要敬酒 不知知法酒 别怪我手下无情 我当时很想知道 你怎么对我无情 张磊 李倩的凤红娱乐 我帮你掌声 你想对琴托怎么样 李倩插不了手 你 多谢露手 琴托 现在李总帮不上 我劝你还是乖乖 把冠军让给神学 让他成为你的队 你放心 我会让你的前妻 好好接受 有这个超级武器 唱歌唱得好又怎么样 你是蒙面天王 又能怎么跳 我有张独的 我要你生 还能生 要你死 就得死 琴托 现在有陆强在 我确实插不上手 要不然 你先死个人 神学 你太恶毒了 这是一切 明明都是寝托的努力 你怎么能抢战呢 这就说明 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属于 他这个废物 你别以为 你自己有点实力 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 为所欲为了 想在这里立足 我们靠的是权力 是地位 明白吗 信心的 你听明白了吗 你赶紧想办法 再写两首歌出来 让我女儿独唱 我女儿才是 正正天后 我妈说的对 你啊 以后就退军务后 为我解写歌 你们 自然太神 不吃 神学 你想要的东西 我给你那是你 如果我不给 你抢也抢不走 琴托 你还在这里 看来我不跟你讲学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 我现在 就打电话 通知圈的人 先让你承着 好 我劝你啊 最好还是先想想自己 我 我怎么了 你伙同我的妻子 还勾结在一块 给我下毒 如果这个罪名坐实 你好好想想 你会有什么下场 啊 还有这种事 这简直就是 现在的新门请和潘金梁啊 这件事情 如果坐实的话 这俩人就在有通天的关系 这地区做到一辈子 而且还会影响 整个红鸡的公司啊 你这是在扑灭 是吗 那你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你 这都是他因果的报应 张总 今天晚上的新歌发布会 你一定要把我捧上天呢 我亲自你 你怎么拿到这个视频呢 难道你不知道 我的书房里装有摄像头吗 你非逼无耻 我非逼 比起你们害我的那些手段 我这又算得了 什么 张总 若是我把这个视频公布出去 有什么下场 你应该知道 陈总 求求你饶我一命 都是他 都是这个简直过瘾的我 他想和我想疯了 张总 你怎么能 简直 我怎么被你给害惨了 秦总 只要你愿意放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这个 想必你们应该不莫什么 这就是你们想让我 变成哑巴的毒药 现在 你吃了它 我也要让你尝尝 后半辈子变成哑巴 说不了话的绝望 怎么 张总这是不敢吃吗 我不想变成哑巴 不想 陈总 求求你救救我 就你 我他妈还自尊男宝呢 不要滚 秦拓 李贱 这件事情咱们没完 别以为她是磨面歌王 就了不起 你是我的女人 我劝你最好离别的男人远一点 哼 多少 来人 给张总监会药 千多 千多 别 把这个废物拖出去 把这个废物拖出去 好 以及黑色天王卡 一张 年一个亿 这个是比天文数字 月牙湾的那套别墅 别加这好几个亿 更别说他手上的那张黑色天王卡 就说全球只有三张 可以透支数十亿的额度 最关键的 这是凤凰集团的音乐总监 那以后 齐先生就是国瑜天王教父级别的任务了 这首歌 居然这么执行 姐 你为什么要跟琴拖离婚啊 你要是不跟琴拖离婚的话 这首歌就是你的了 你就是天后了 这一切待遇就都是你的了 女儿 你还愣着干嘛 我去求跟琴拖复归啊 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你的呀 秦先生 请 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合同 您回去就可以接 姐夫 我姐姐其实之前就是想考验你 现在你们考验通过了 你们明天就去复婚好不好 姐夫 我姐其实一直很欣赏你来着 她还正常跟我们提醒你 对对对 郝允许 你今天就搬回家住吧 对 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房间收拾好 我和生学已经离婚了 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请别再问琴 姐夫 你那首歌不就是给我姐姐写的吗 你们还是回到以前吧 你把这首歌让给我姐上 你还是继续为我姐姐写歌 我姐姐赚钱 以后你们肯定是行业内的模范不清 你觉得你姐现在还配 好女性 求求你高抬贵手 就算你不复婚 也让李总裁 不要放上我女儿呀 是啊 姐夫 我姐姐只是受到了那个姓张 那个贱人的迷糊 她还是爱你啊 姐夫 你姐的人品 我已经深有体会 你们也不必为她再开拓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不必解释了 我已经听得够多了 春雪 我今天的所有荣耀 原本都属于你 可惜啊 你并不珍惜 机会从来没有第二次 所以你也不必失望 我还会像以前 对你言听计同 碰你成神 你我早已尽数 女儿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追过去啊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姐 我觉得姐夫对你还有感情 要不然的话 她刚才也不会给咱们留机会 我觉得你过去 好好说一下 说不定 简还能原谅你 你们对秦拓像如此不少 你觉得 她还不接受你 沉睡 跟你相处这么多年 所以你看出来 你如此可惜 萧美燕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 要无扬威 你不会真的认为 秦拓她能一虽冲天的 我看啊 她不过就是傍上了 李千这个复活罢了 今天这首歌 根本就不是秦拓写的 姐 刚才这首歌 不是她秦拓唱出来的吗 陈雪 事到如今啊 还在评讨秦拓 你又凭什么 看不起她 那是因为我非常了解 秦拓是个怎么样的窝脑废物呢 她又是真有那实力啊 怎么可能在今天才展现出来 这首歌是李千那个贱人 托人带解的 只不扣到了平坡的头上 对 要不然怎么解释 她到现在才拿到这首歌来 我说这个废物 怎么突然开窍了呢 原来是吃上了转饭 我背 吃转饭的脚 还装上了 你们是在污蔑她 如果是污蔑 那她跟凤凰集团签合同的时候 为何不戴上你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环境 怕被穿包 你别以为秦拓就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等李千把他玩腻了 就是他遭殃的石头 而我到时候找一个比他强一百倍 一千倍的男人 你怎么强 难道秦拓真的是靠别人 才是为了吗 秦天王 欢迎您加入我们凤凰娱乐 现在叫天王有点双促了吧 凭借这些歌曲 就足以奠定您的天王地位 国瑜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像您这样的人物了 我相信 秦天王一定能带领我们大夏歌坛 走向下一个盛世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想法 今天的比赛呢 只是录播并不是直播 除了现场的几百位观众之外 其他人并不知道您的身份 所以我想先隐藏您的身份 再动用我们凤凰娱乐 所有的资源 为您举办一场 盛大至极的神秘巨星见面会 那当然在此之前 您的身份也可能越久 蒙面天王的热度就会越高 等到时候 秦天王您在神秘巨星见面会上 一亮相 就足以统一大夏歌坛 相反不错 我没问题 好 那我这就通知他们去做 让所有的媒体 隐藏今天发布会的内容 那到时候 以秦天王您的实力 一定能够让整个娱乐圈 沸腾起来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公寓 居然能有如此水平的钢琴高手 今天没摆了 叙手蓝莲花 爆火了蒙面天王后 既然又出现一位钢琴天才 您将士可真是人才积体啊 妈 这个钢琴王子真帅 未来一定会成为国语的钢琴王子 我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 女儿 你可别乱来 你得想办法跟秦拓复婚 人家现在可是爆火的蒙面天王 哎呀妈 你能不能别提秦拓那个废物了 他不过就是棒了个祖国之文 反而再说 那蒙面天王是不是秦拓还了说呢 我才不可能 他才是我要嫁的男人 只有像钢琴王子这样优秀的存在 才被做我神血的丈夫 要是我能跟钢琴王子交往 以他的能力 我也能够平复青云 成为国语的天后啊 可是你怎么才能搭上人家的关系呢 就凭我的长相 我的身材 哼 我就不怕我拿不下他 这位神秘先生 您好 为什么被蒙面慕世人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签约公司吗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东方愚乐 我保证您都披靡今天的蒙面天王 对不起各位 钢琴王子的身份现在不变道真 你各位让开 那个钢琴王子好像不想也蒙面慕世人呀 这才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男人 那像琴拓那个半堵水的废物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钢琴王子的住处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弟弟 你确定钢琴王子住在这里 我当然确定了 这钢琴王子前几场工业中 我全都混进去了 终于在昨天的工业中 我跟踪了他的车 亲眼看到他的车 使进了这半云湾别墅的一横当中 没想到钢琴王子真的住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 岂不是整个凝江市最繁华的位置了 那可怕 这半云湾别墅是南省首富乔思义的产 看来这钢琴王子的身份可尊贵着呢 我要是能拿下钢琴王子 那我以后岂不是也能住进这栋别墅 琴拓 你怎么在这 清楚了 你这个穷鬼是怎么混到这 这可是半月湾别墅 是整个鸣江市最高党的地方 姐啊 小声点 人家现在是蒙面天王 这咖位高着呢 哎呀 狗屁 他怎么可能是蒙面天王 我早就说过了 还不过就是李千包养的一个想象引发 他要真是这些天吹嘘的蒙面天王啊 这凤凰集团怎么不将他公开啊 我倒是想知道 你们又是怎么混的 你能来 我们为什么不混 我就住在这 我当然能 而你们应该买不起这儿的房子 哈哈哈哈 秦拓 你装什么呀 就你这样的穷小子 也配住半月湾的别墅 就算把你卖了 你能买得起这里的一瓶米吗 难道你忘了 李大总裁可是送了我一套这儿的别墅 那倒吧 我早就已经想明白了 那不过就是李千给大家玩的障眼法罢了 就凭你这样的小白脸 也配住在这种别墅 哦 我明白了 你该不过也是来找钢琴王子吧 钢琴王子 钢琴王子 就住在这一号别墅 钢琴王子就是我新长的人 比你这个废物东西啊 不知道是多少 明白吗 是吗 可人家不认识 又有什么用的 马上我们就会认识了 倒是你 我劝你啊 赶紧滚出这个地方 免得到时候又是个刺激了 我倒是很感兴趣 想看看你找的这个男人到底有多远 是你非要在这里自取其辱 那就别帮我们实际 你是钢琴王子身边的女助理吧 您好 请问三位找钢琴王子什么事情 太好了 钢琴王子真的住在这 你好 助理小姐 我叫沈雪 我十分的仰慕钢琴王子 我想进去与他见一面 沈小姐 不好意思啊 现在钢琴王子不方便与万人相见 请回吧 这 助理小姐 这是我送给钢琴王子的礼物 请你一定要帮我交给钢琴王子 你告诉他 这是他开了心理的钥匙 放心 我一定会亲手交给他的 看来 你想见的人 并不想见你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你管 我要送的礼物已经送出去 钢琴王子要是收到我送的礼物 为什么你不会对我动心 沈亮 我们走 天王 这是沈雪送您的礼物 刚刚沈雪跟你说什么了 沈雪说这个礼物是打开他身体的礼物 沈雪啊 沈雪 你还真是低贱 当初我真是瞎了眼 要是让你知道 你重新爱上的男人 面具下还是我这张的 不知你该不合格性 沈天王 《蓝莲花》这首歌一夜爆火 现在只待公开身份 您便能一口大下歌谈 那您看 将神秘巨星见面会 定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一周以后吧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宣传 没问题 那这一周 我们就多多宣传预热 一周后公开 您一定火爆全球 一杯冲天 问过我上京路家 那墙 你来这干什么 我的女人能来 为什么 闭嘴 谁是你的女人 少再给我胡说八道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父母 是把你许佩丢了 说什么 不可能 原本的确不可能 不过啊 我最近暗中调查了一下 发现你李家 只是表面风光 暗地 却有一个一百亿的大窟窿 只要我稍稍挤兑下你李家 你李家就会立刻撑不住破产 到时候离走你 这次落魄凤凰不如鸡呀 不 卑鄙 不卑鄙 怎么把你这么机会跟女人搞到什么 今天晚上跟我走 好好伺候一下 我保你李家 平安 你怎么 他妈敢打我 你现在 你啥是你的人 立刻让他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不然我交给你所有资源 五天之后 你给家闭破产 不要 李家 不必担心 也不用害怕 不就是一百亿吗 这也哭了 我忘记了 你说什么 你来钱 你知道一百亿是多少钱吗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 一万年都赚不了那么多钱 陆强 秦先生现在是我们凤凰一路的第一次天王 请你放尊重一点 顶级天王算个屁 一个顶级天王一辈子最多赚一二十 想在五天之内收到一百亿 你是不是在做梦没睡醒啊 秦先生 我很感谢你帮助 但这确实在你承受范围之外 更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外 对了 这就对了 要认清现实 不要张嘴就来喊丢人的 难道李总也觉得 我是那种不幸福开户的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这么定了 五天之内一百亿 双手奉承 你他妈是不是没拼起 混 王八蛋 我来到路上还要再喝一杯吗 五天之后你离家破产 秦先生 给老子舔鞋 秦先生 我很感谢你今天帮助 但是你今天还是太充重了 等一下我还是再去找路上 商量一下吧 不用这样 李总 你放心吧 我只需十亿 就能在五天之后赚够一百亿 况且就算我赚不够一百亿的话 你也有五天时间可以周旋 到时候你去找他也不迟 我记得再过五天 国际石油价格就会开始暴跌 华尔街资本集体看涨石油期货 为谁想石油价格反而大跌 只是付价格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也只能全力支持秦先生 正好我现在手里的流动资金 就是十亿 我全部转给你 还希望秦先生您 不要恢復我的期待 既然李总这么信任我 那我一定不会让李总 升陷凌日 李倩 你们李家的剩余那点资金 最多只能支撑五个小 时间一到 这一百亿的窟窿 你要是填不上了 你们李家立刻分工离析 各位 现在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你们有办法了 哪有什么办法呀 现在资金缺口那么大 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 巧妇难为不你之吹呀 平时豪称豪宅的养着你们 现在到了有危机的时候 你们就是这个态度 李总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之前不是提过建议吗 对啊 我们早就说了 你弄超过大爷的出手 肯定能行 但好了我们已经到 李总如果你不照顾 那就不够了 你们 李倩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能就挺李家的 只有我 但是你他妈不信 你要非得选那个臭卖唱 结果呢 他人呢 恐怕他连进这个会议室的勇气都没有 不可能 秦吹 他不可能会骗我 李总 您就别犹豫了 秦作村是个大明星 但对于像这种商战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您还是快下决定吧 时间不多了 我再下决定就晚了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的话 路过来 那我们就先走了 对对对 给陆少腾个腻 各位 小蛙物照 秦拓 你真的来了 抱歉 石油期货开户花了点时间 还好干啥 小看你啊 你还真敢来啊 不过 要是我没听错的话 你想炒石油期货专一百亿 怎么 不行吗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他居然真的想炒石油期货专一百亿 秦头 你会写歌 会唱歌 是个顶级巨星 但是很显然 你对石油期货一窍不通吧 没错 我们资金缺口是一百亿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听说过 我们国家 有谁能靠炒石油期货专一百亿的 更何况 现在只剩半小时 就剩八月份了 也半了 秦头 你快别跟我们开玩笑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这种危机关头 我怎么会开玩笑呢 好好 我本来以为你是在装傻 没想到你是真傻 李总 你怎么能把生死交给这种废物呢 李总 赶紧把这个秦头赶出去 求人路上当忙 赶紧秦头 你不要以为你是我们国家 天下的天王剧情 你就可以乱来 我告诉你 你跟金川的生日相 你连个猫腿都不算 赶快滚 要不然 我就对你不客气 谁敢赶他走 把他赶走了 我上哪看好 你买 你现在就买 我倒要看看 你买多少才能赚够这100亿 我看中的石油期货 一定会在今天暴跌几十倍 甚至是负数 所以我只需要购买 10亿的跌 就足够赚够100亿 这油真的会跌几十倍 你这怎么看出来的 消息来源是哪儿啊 没有消息来源 是我自己猜到 我购买成功 什么 你说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看出来的 哈哈 夏老师一跳 我还以为你真的找到什么 存倦的消息 没想到是你正在做梦 这行车 果然只是个臭卖唱的 对石油期货 简直一窍不通啊 对石油期货 不懂就算 他甚至连新闻都不会看 昨天新闻上说了 华尔街金融首付 别再全力做石油期货 今天石油啊 无代不会跌 还会往上涨 涨上瓶 蠢货 蠢货 李永久 你还要把希望 寄托在这个蠢货身上 如果这样的话 我辞职 省到了一家破产的时候 别累到我 我辞职 我也要死的 我也要死的 请托 今天的石油肯定会暴涨 如果现在不卖出去的话 不仅补不上这100亿的窟窿 你可能还会背上数十亿的债务呀 你放心 我有话 秦托 你就别做梦 华尔街巨头联手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他们说谁跌 谁就一定跌穿地板 他们说谁涨 谁就一定涨上天 神仙来了都保不了 而这次 他们说石油期货要涨 大涨 涨上天 看来路上很有自信 那路上为何不跟着那些金融巨额 一起来涨呢 你倒是提醒我了 我这就买100亿 先小镇抬个100亿 交易成功 原本我管理钱还得花点钱 现在有你的提醒 老子一毛钱都不用花 对 我要你一边伺候着我 一边看我挣大钱 李总 赶紧去服侍路绍吧 不然李家就完了 李总 你怎么还相信情痛 他一窍不通的一个外行 你想害死李家 害死你这种 滚 赶紧给我滚 李家 现在没不多了 不是不多了 而是 倒了 倒了 我记得 你李家资金消耗带进的时间 应该还有十几分钟 还是说 你想投降 认输了 你误会了 我说的是 你亏100亿 而我赚100亿的时间 一倍 两倍 五倍 十倍 跌了 石油真的跌了 十亿 二十亿 五十亿 一百亿 全错真的占了一百亿 想办会就这样 华尔街金融金融书 要做多石油西方 想办会跌得这么快 想办会跌得这么快 我不是在做梦吧 真的跌了几乎 您有一百亿 到账 别走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转账 填上有个铺路 好 转账成功 谢先生 今天多谢您了 幸亏有你 我们李家才能周转过来 这一百亿 如数凤凰 举手之劳而已 不 这是天大的恩情 我决定将凤凰集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全部赠送给您 只要您愿意 我将凤凰集团 这枚公章 赠送给您 您现在就是我们凤凰集团 幕后最大的老板了 没想到李总这么大方 凤凰集团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这价值 可不止一百亿 要是没有您的这一百亿 别说去去凤凰集团了 就算整个李家 都要消失了 秦先生 您就收下吧 对对对 秦先生 您是我们李家 大力的 你们怎么还在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刚刚是你们嚷嚷着要辞职吧 秦先生 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啊 只知道您有艺术细胞 不知道您还有商业天才呀 都是我们在做 我张嘴 对对对 秦先生 您大人不计 小人过 原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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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收下了 路上 怎么到现在了 你还是在一言不放 难道路上不喜欢讲话吗 您共计亏损一百亿 一百亿 就这么亏玩 秦托 要不是你诱惑我买什么石油期货 我绝对不会亏的 秦托 我怎么跟你没玩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 也没和其他人这么说话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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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没玩 谢先生 今天多谢你的帮忙 正好有点饭点了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好好感谢一下 下次吧 我还得去健康酒店 参加我女帮的同学聚会 哦 原来如此 那下次再说吧 乔首富 进来如何呀 李总怎么有心思 给我打电话 我听说你们李家 出了大麻烦 麻烦 已经被高人解决了 什么 一百亿的窟窿 说解决就解决 这等高人是谁呀 秦拓 秦先生 这等高人 不能错过 不知李总 可不帮忙引进 我这样有此意 正好今天 秦先生要去你旗下的 金棠酒店 参加同学会 你到时候 可以去见见他呀 好 李总放心 绝对安排妥当 来人 立刻查一下 今天金棠酒店 有没有秦拓先生入内 入了乔总 您看 就在钻石厅 钻石厅 立刻升级成天王厅 然后给我盯紧 有情况 随时向我汇报 是 咱们这次同学会 竟然在天王厅开 在天王厅 可是金棠酒店 最高规格的包厢 非富可敌国者 非全是滔天者 不可开的 咱们同学 究竟谁 会和腾达了 用地下这个厅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红云的男朋友 现在可是 布黄集团的高管 咱们之中啊 也就红云 有这种实力了 布黄集团 红云 那你可是上游社会了 那你现在是酷太太 你可不能忘了 我们这些成同学呀 凤凰集团呀 当不住那小领导 那都是祖坟宝 亲家了 那上高管的话 那这是八辈子 都修不来的评分呢 红云 你不会不理我们 就在老头学了吧 小事情 谁想去凤凰集团工作啊 跟我说 我跟我男朋友 打个招呼 把我去 到我大台和壁被开除了 你能进去吗 我都说了 把你 哪怕你大字不是一个 也能让你就职 高薪 请问 红云的男朋友 是凤凰集团的高管 到时候 他跟他的高管男朋友 说说 帮我们签约凤凰集团 你就可以靠 自己的实力 成为大明星了 美艳 你让一个高管 签约我 整个凤凰集团 都是我的 那些高管 都是我的大公子 他们怎么能签约我 什么 凤凰集团 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你别开玩笑了 赶紧跟我走吧 红云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你好 秦托 哟 整个凤凰集团 都是秦先生的 连高管 都是他的打工仔 这种上层人士 我可高攀鼓起 红云 刚才秦托 只跟我开玩笑而已 没大没小 这种玩笑 谁能开的吗 肖大美人 你现在看男朋友眼光 越来越不行了 看你男朋友 这傻愣愣的样子 该说什么话 不该说什么话 不知道吗 就是 说的好听点 是不会说话 说的难听啊 这不纯纯傻逼吗 小美爷 你好歹是个美女 你看找这个男朋友 也太不靠谱了吧 秦托 要不你给红云道个歉吧 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说错 为什么要道歉 反而该道歉的人是他 你 凤凤凰集团给他男朋友发工资 是想让他提供价值来盈利的 而不是在这假公鸡 四十四五币的 你的名字我记住了 今天回去我会严加调查 从重惩罚 秦托 你还真当凤凰集团是你的了 难道不是吗 凤凰集团要是你的 那您的身家应该有几百亿 可我看你这穷酸的样子 不像有几百亿的样子哟 你这一身哪 十一百块钱吗 还在这创意望富豪呢 下水道来的臭老鼠巴拉 一身的底层原味 隔这么远 我都闻到了 真臭 要凤凰集团真是你 我立刻跪下来给你舔鞋都是 那都是 可惜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证明凤凰集团是你 因为你就是蛮大话 不知天高必后的 跳梁小丑而已 证据 还不简单吗 什么东西 算证据 这是凤凰集团的公众 这是凤凰集团的幕后老板 吵四个拿 秦托 凤凰集团都是你的 秦总你看 你看这咱们这是误会 我们就开来笑的 你看过两天我请您吃饭 吃饭 你的猪是齐先生怎么会吃 秦先生 你鞋有点脏了 我给你擦这个 哎呦美颜 我就说你眼花不会擦的 瞧这秦先生 这是玉树凝风 一表堂堂 一看呢 就是为大人物 乱不得什么大人物 毕竟我不会让不识字的人 进凤凰集团工作 秦先生 我做了 我刚刚 我刚刚就是吃水牛 转转鞭 我做了 我没有这么大的委层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神学 我们被谁骗了 当然是他 秦托 可是 兄弟拿的公众 的确是真美啊 我嫁过我男朋友拍的照片 的确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因为 他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 吃软饭 他谁的软饭 当然是凤凰集团的总裁 李倩的软饭了 这东方 虽然也是 从李倩的女人过来 上午一跳 我以为遇到 雨情不好了呢 妈 反正下午 小大美人 你男朋友吃软饭 你全都不在意 难道 你是在吃老手软饭吗 没有 不是的 不是 我亲眼所见 你还敢找电 淳雪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再可针对美颜试试 叫得可真亲热 你们难道就不怕 要是李倩知道了 你们的关系 飞过来 扒了你们这层狗男女的皮 让李倩知道 他吃晚饭 还找别的女人 不得活活把他打死 沈雪 赶紧打电话 说穿他们的奸请 把这个秦托 乘套 看他还这么装毙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向我下跪道歉 我就饶了 跪下 跪下 还不跪下 我跪行吗 我替秦托 向你们道歉 美颜 别跪 让他们打这个电话 我倒要看看 李倩来了 能能把我怎么样 小美 像这种软饭 就只有你这种傻子 才会捧在属性里 算了 看在我们曾经也是闺蜜一场 我这次就先饶了你 如果你们以后见着我 可得躲着一点 被秦托这个废物 耽误了这么久 咱们还是赶紧落座吧 黄云 这桌子为什么那么奇怪 还要分等级的 这可是天王庭独特的分级模式 在这边这张是百万桌 意味着只有百万级别的身家 才可以上桌 这边这张是千万桌 意味着只有千万级别的身家 才可以上桌 而我后面这张是一级桌 意味着只有身家过亿的富豪 才有资格上桌 原来还有这种规矩 真不可是天王庭 好了 各位 既然来到了天王庭 咱们就遵守天王庭的规矩 大家都找好自己的座位 这两年啊 靠血哥也攒了不少钱 虽然没有存的太多 但是也够我坐这千万级的桌子了 我父母仍亲 我也能坐千万的 我男朋友一年的工资就是 我坐在这里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呀 冯云 你可是咱们这些同学里边 最有钱的了 你要是不坐这张桌子啊 咱们这儿可没有人合适了 至于某些人嘛 他可能连他合适的座位都没有 我们的肖大美人 跟他男朋友 怎么还不如坐 难道是不够能坎吗 这个性情的 不过就是一个近身出户的穷鬼罢了 就他也配上座 肖美眼角这种男朋友 简直丢我们同学的礼 既然没有座位 那就赶紧滚出去吧 行徒 我们要不然还是先走吧 好不容易来一趟 干嘛走啊 这里根本没有我们的位置 谁说没有 那儿 我就有了 走 秦托 你疯了 谁让你坐天王桌的位置的 哦 原来这叫天王桌啊 那这 倒符合我天王的身份 放肆 这笔天王桌 至少得生下百亿才能坐的 你一个诗软饭的家伙 你也配 那是只有首富乔思义 李倩这种级别的人物 才有自处坐在 否则天王桌的通往二处 不是什么 行徒这种坐在的 简直就是被天王桌的污辱 整个肚子得扔了 重新打造 就是 这种桌子 他听到怎么敢上桌 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吗 放心 这金堂酒店 可是首富乔政天 乔思义开的 这天王桌的规矩 自然也是乔思义定理 有人乱坐位子 不死再打乔思义的脸 没事 等到时候工作人员来了 一定会隔时他的身份 到那时 毕竟猴死无生 行徒 我们还是换一张桌子吧 没事 有我的 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还不赶紧滚下来 接着滚下来的时候 我千万没碰到那开座案子 保得大陆神进来了 你救不得你 你不会还在妄想 你先不防我 我告诉你 朝队的权势 只不在李献之下 李献是不是 为了保姆的转 为此都被朝队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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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吃了饭 竟如此妄自尊的 真是不自量你 可悲可笑啊 看来 你们都觉得我不配坐在这 可惜啊 你们不配对我指手画脚 更不配对我指指点点 我的身份 你们不配以赴 我的能力 超乎你们的想象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天王舟 我今天不配坐在这 那今天我就坐这 我要看看 那我喝 你 你干了什么 你竟然开始了 跟我说 秦吵 你还真是个傻子 我们已经把厉害关系 说得如此清楚了 你却还是为了一气之争 竟然开始了 跟我说 谁吵 你毕竟有什么无声 秦吵 我看你还是快 准备后事吧 要不要 我送一次棺材呀 棺材 他可能用不正吧 你还是赶紧 给家里打电话 留个遗言吧 秦拓 吃下可怎么办 我们好像闯祸了 别急 别急 难道你还真的觉得 你吃上了李倩的软饭 身份地位就高了 就可以坐得上这天王桌了 告诉你 你一天是吃软饭的废物 一辈子都是吃软饭的 天王桌上 罪容不得你 这种无甲苦味的寄生虫 小美颜 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滚下来 难道 你想陪着秦拓一起死吗 小美颜 只要你肯下来 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自然会为你开脱 为你专业 让秦拓一个人追随 非像刚才开启秦王桌的 也不是你 是秦拓 不 我不能走 秦拓 你快走 我留下来顶罪 秦拓没闲没事 到底跟你怪了什么迷红样 其实 只要你为他祭祀 那就让他去死吧 作为一对亡命鸳鸯 也没什么不好 我和美颜 的确是鸳鸯一对 至于亡命 恐怕要让你失望 还在嘴硬 等工作人员来了 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秦拓 你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走啊 天王盛宴开启 新唐酒店赠送 六一年珍藏百拉杯红酒 价值百万美金 黑金珠及鱼紫酱一份 价值一千万美金 以及这枚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海洋之心钻石项链 价值一亿美金 共天王盛宴女主人所佩戴 喜欢吗 喜欢这是给我的吗 文文 只有他才配得上你 慢点 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们都没有确定他的身份 就这样把东西送出去 这个情统 他就是一个成脚子 根本不配坐在天王桌上 对啊 这小子就是个社会底层 他怎么配拥有这样的待遇 小姐请放心 我们接下来将会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有委 酒店一定会有所测试 那还差不多 给我把这个废物 合理整 先生 请您出示身份证明 或者进行一个验姿 以匹配天王盛宴的待遇 秦托 这该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往瓷里办的 谁叫你这么傻 不跟我们站队 谁叫你又没脑子 喜欢琴或者是废 山七就算飞上之头 他也变成凤 美梦现在做够 就该复杂 哎呦 吓我一跳 我还真以为这秦托 是什么意外富翁的 这下有好戏看喽 秦托 没事 他们想要验 就给他们验 验完就没事 验吧 反正验完你就要死了 死了当然没事了 谁 谁做天文卡 黑色天王卡 那是什么东西 我听说过 这好像是男神不到三张的顶级信用卡 能够有真十个亿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有黑色天王卡 那卡一定是假的 这张卡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这张卡是李倩的 所以这张卡当然是真的 但是这卡里啊 恐怕没钱 只能靠十几个亿而已 哎呀 秦托啊 你就算有十几个亿又能怎么样 这天王桌 必须得百亿身家才能入座 所以秦托 你依旧不够格 够不够格 燕也 不就知道 燕啊 快燕啊 千万别被这个小子给唬住了 秦托 看来你真从李倩带 闹了不少好东西 但可惜 距离天王桌 你远远不少 明年的今天 我们同学在聚会时 只怕要少两个人了 难怪小美妍对你死心 你也给了小美妍不少好处 不过可惜 你的命到头了 好处 也没机会享受 秦托 我们下辈子再见 这辈子还没有过够 提什么下辈子 我知道你过够 但是没有结果 现在知道难过了 那还有什么要活干 欢迎秦托先生 下辈金城酒店 金城董人权女员工 向秦先生提以最出道的敬意 恭迎秦托先生 你们疯了 杜卡西明明是在报警 这张卡是假的 我们不肯找人 抓他们 不好意思小姐 杜卡西显示 只是在提醒 对方身份的重要程度 而秦托先生 正是我们金城酒店 最尊贵的贵客 金城董人权真的是 吃完饭的吗 当然不吃 哪个吃完饭的 能吃到一百亿 一百亿 只是做到天王桌的 最基础要求 他的身家 可远远不值一百亿 不可能 不可能 金城董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凤凰集团幕后老板 这些都只是基本代理 你胡说 我胡说 神学 我知道你看到我成功 比你自己失败好的时候 毕竟 原本坐在我身边的人 应该是你 享受这一切 高贵客代理的人也是你 可惜 就因为你一时目光短挺 你亲手将这一切 也毁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很了解你 你一个一世无产 这么多年的废物 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成为百亿不好 这欠张卡 这里边的钱 肯定是李倩的 这我就没法证明了 毕竟这钱上 没法写我的名字 怎么没法证 当然有办法 我记得 今天咱们的同学会 还有一个环境 就是给母校捐造 我们大家都准备了礼物 这是我给母校 准备了一辆车 价值一百万 我给学校准备了一套房 价值两百万 我给学校准备了一点现金 一共三百万 我也给母校准备了礼物 北岁玉佛一枚 价值五百万 这是我给母校准备的礼物 二十克拉的钻石一枚 价值一千万 秦拓 我们的礼物都拿出来了 你呢 你不会没准备吧 或者说 你虽然有天王卡 却不知道塔里的密码 没法取钱买礼物吧 礼物 哎呀 我把礼物这个事给忘了 没钱就没钱 忘了这种烂大街的借口 你们也想得出来啊 没错 我看 分明就是个吃完饭的费 拿着百一寸可的天王卡 却没资格动你的一分情 没错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能忘记 难怪啊 人家能吃上米线的软袋 毕竟这种演技 普通人是看不透的 可惜了 假的 申不了 你们不要乱说 我是真的忘了 我现在就去买一份 你买 我们要的是秦拓的礼物 你买又是 你再说 你买的礼物 是几个钱 我们是要给母校捐赠 而不是给母校送 拉近 秦拓 你现在身家几百亿 随随便便捐给母校一个亿 不是问题吧 他怕是吃一辈子软饭 都挣不了一个亿 你让他全部捐出来 真快 谁说我没有准备礼物的 难道 你知道这张天空卡的支付密码 知道了又是 他敢乱夸吗 要是被李谦知道了消费记录 还不得过来发了他的皮 谁又告诉你 我要刷这张卡 来 这 就是我送给你母校的笔物 我的亲笔签名 清拓 你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大老板吗 你但凡是这样的角色 你的签名自然有人真巧 价值一个亿也不过 算什么东西 我正好夸这条件 我是天王巨星 又是百亿富豪 那这张签名 正好价值 一个 疯了 确定疯了 说百亿富豪还不够 还想装天王巨星 可现在装也是假的 破签名 可是一文不值 就这签名 我一天能写一百个 靠我 是不是也是百亿富翁了 秦拓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样子 叫虚张绅士 你不会认为 我真相信了吧 你信不信不重要 更无法改变 这张签名 价值一个亿的市值 美颜 好好保管起来 回头送给母校 找做礼物吧 保管个屁 一张涂鸦 一文不值 白白浪费了张 秦拓 你说你没闲就直装 干嘛非要装有钱呢 你瞧 现在被戳穿了 不是显得你更尴尬吗 我现在再是知道 什么叫做穷疯了 这秦拓他呀 就是穷疯了 一个破签名 还想换一个亿 这破话 要是值一个亿 我给你磕一个小头 一个呢 这破签名 要是值一个亿 我给秦拓 磕一万个亿 看呀 还是将这张破签名 销火了再好 免得拿出去啊 脏了看的人的眼睛 不要 许许 这个签名 是秦拓写的 虽然不值钱 但是我很喜欢 我想要 吃鱼母校的礼物 我之后会补上的 请你把它还给我 萧美言 你怎么害怕死心塌地的 难道我们把话 说得好够明白吧 这个秦座 就是个跳跳跳意的骗子 花言小语 浑身上下 都是扛蒙拐骗 就是他的签名 是用新资打造的 那你只会拉低红军的架 你害不肯离开圆点 美言 看在咱们曾经是闺蜜的份上 我就在帮你 乔振天 乔四爷到 那个签名 我乔博人要了 我出一个亿 收藏秦先生的 给签名 一个亿 开玩笑的吧 没听见吧 他说他是乔振天 乔四爷 乔四爷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竟然会花一个亿 去买秦拓的签名 若不是秦拓自己花钱 找的演员 给自己抬身价吧 哪来的臭跑 跑的 想骗我们 你也不看看 老娘是那么好骗的 放肆 两个四爷如此说话 不想活了 哎呦喂 我好怕太呀 斗我下肾属 我男朋友 狂狂集团 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 也敢拿出来吓唬瞧吗 高级打工仔 好大的口气 今天这天王跳 都是我男朋友开的 我敢说 他是高级打工仔 谁告诉你 这天王跳 是你男朋友开的 还是说 你男朋友 是秦拓 秦先生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这天王跳 是他秦拓开的 不然呢 哈哈哈哈 不是马脚 众所周知 这天王跳 是我男朋友开的 你却居然说 是秦拓开 笑死了 孙许 你来告诉 这个臭跑龙套 天王就要修正 神开的 神学 怎么了 四爷 四爷 您怎么来了 您还记得我吗 去年的那个宴会上 我还给您敬过酒吧 我 我不是做梦的吗 神学 神学是不是认错人了 秦拓一个吃晚饭的 既然能劳动四爷打架 花一个亿 去把他的破坚名 神学和秦拓不对付 他都承认了 肯定不会有假 你真的是乔正天 大胆 谁让你直呼四爷大名的 他男朋友很牛逼 直呼我大名算什么 这下完了 这下完了 是谁 竟敢损坏秦先生的签名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四爷要命 四爷要命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清楚啊 秦拓 你看在我们之前 有一段姻缘的份上 你帮我 帮我替四爷求就行吧 替你求情 我只是你口中吃软发的 哪有那本事 什么 他还敢这么 污蔑秦先生您啊 没有没有 秦拓 是我永远不识带山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 不 你只是知道 你要死了 你怕死而已 算了秦拓 这事就这样吧 既然美颜说了 那就算了 秦先生 您大人大量 小某佩服 好了 天王盛宴开启 我要与秦先生 把酒烟欢 其余秦大人等 都给我滚出去 滚 秦拓 我们以后还是少来这种地方吧 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靠着李倩的名头 不是件光彩的事 当然 我不是说你吃软饭 我只是觉得还是靠自己比较好 你说 我靠李倩的名头 难道美颜还是不相信我的身份 以为我在吃软饭 好了 以后我都听你的 以后我们不来了 你真好 看来只有在明天的神秘巨星见面会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露身份 才能让你相信 这样你好 当着全世界的面 宣布消灭严寿 秦拓的女人 这样才浪漫 你是沈雪 秦拓的前妻 你是 你不用管我是沈 我想知道 秦拓有没有黑料把柄在你手上 你要对付秦拓 他是怎么招惹 这个人看起来来头还挺大 秦拓居然招惹到如此大人 他还真以为他吃软饭就有多厉害 秦拓心病狂 多余的 不用问 你只需要知道 我和你目标一致 都是要逃死秦拓 答应的话 立刻上车 性秦的现在和李倩如交似习 普通的手段根本打不完 除非我们找到最新的钢琴王子 钢琴王子 你找他做什么 钢琴王子可是我的男人 你的男人 当然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我已经收到消息 钢琴王子会出现在秦拓的见面会上 到时候有你出面 联手钢琴王子 把秦拓踩在脚底下 他们凤凰集团股下必定一泄千里 由此引发连锁反应 让凤凰集团破产 比加陷入危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忙我绷定了 秦拓这个废物 靠着吃软饭 上尉还自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等他见到钢琴王子这种真天才啊 我该到时候颜面合存 天王 明日便是神秘巨星见面会了 您现在的热度空前绝后 大家都很期待您公开身份的 明天的神秘巨星会上 我想多设立一个环节 您请说 我不仅要公开我的身份 我还要公开我的女朋友 萧美年 这是我给她准备的一个惊喜 当天王的女人 你真幸福啊 我会去准备的 明天一定给天王夫人 一个满满的惊喜 不过 不过什么 最近网络上 走红了一个钢琴王子 他也是宁江市的本地人 只是参加了几次公演 便走红各大网络 我担心 他明天会影响 神秘巨星见面会的进程 因为我听说 他明天也会出现 放心吧 不会有任何影响 天王 您为何如此堵定 他明天如果出现捣乱怎么办 相信我 行 那我这就去准备 还希望天王您明天 务必准时参加见面会 李总 今天神秘巨星见面会 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晚些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送起来 那我们就出带你 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大人物 这个神秘巨星见面会 亏助还是挺大的呀 月儿 你一定要想办法跟情侯复婚呀 就是啊 姐 咱们在找那个情侯商量商量呗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我觉得姐夫一定会同意复婚的 到时候咱们可就是天王的家属吧 哎呀妈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那个秦拓不过就是被包装了的 跳梁小丑吧 背手蓝莲花 根本就不可能是秦拓学的 只有钢琴王子这种真才是学的男人 才配得上 钢琴王子 你是说比秦拓那个 蒙灭天王还有名 钢琴王子 没错 就是钢琴王子 而且钢琴王子 现在已经是我的男人 今天啊 他还会出现在这种见面会上 为我站台 为我洗刷取辱 把这个秦拓 狠狠地踩在家里 真的 还是我只有眼光找到了真正 沈雪 你怎么在这 我姐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要是我的见面会 你说和我没关系 抱歉 今天这里不只是你的见面 那还有什么 自然是钢琴王子了 萧美严 像秦拓这种吃软饭的 没有半点真才实学 就这个废 可钢琴王子是货真价实的天才 他今天也会出现在这 到时候等他跟秦拓站在一起 在场这么多的观众 这么多的媒体 天才和蠢才一有同事 到那时候 秦拓这个吃软饭的 必定的先夫国家 颜面尽失 必定成为钢琴王子的垫脚石 原来你这么看好钢琴王子 这还需要看好吗 网络上钢琴王子的热度 早就比你这个蒙面巨星高上百倍十倍 可我听了半天 怎么还是没有听出来 这钢琴王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既然你这么紧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 钢琴王子已经收了我送给他的礼物 早就已经成为了我的男朋友 现在你说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钢琴王子做你的呢 笑话 有什么可笑的 我笑你 有眼不识真人 我笑你 贪心只会攀高采低 我笑你愚昧 我只会攀龙附会 我笑你 无能只会以色于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以色于人了 难道没有吗 当然没有 清拓 怎么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姐清国清城是没错 但我姐更重要的是内性 是气质 是品德 是才华 要不然 钢琴王子怎么会看上我姐 我看你啊 就是忌 你忌妒我姐找了一个 比你好百倍的归宿 刺痛了你那可怜又脆弱的自尊 看起来老是八交 没想到背地里 肚鸡心这么强 不过啊 我还是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 那么快的跟我女儿离婚 我女儿 又怎么能这么快的遇到 钢琴王子 这个完美的男朋友 死到临头 还不辞职 死到临头 是你吧 钢琴王子 弹琴比你好 唱歌比你好 现如今 人气更是比你高 他今天还会出现在 这场见面会上 你想想一下 等他到时候来了 在场的观众 在场的媒体 他们的注意力 又会放在谁身上 秦拓 钢琴王子 真的会出现吗 那他会不会 他一定会 秦拓这个蒙骗天王啊 还没有彻底的爆火起来 就要在今天 彻底的被遗忘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你对钢琴王子 一无所知 那今天 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他真正的自己 他竟然是蒙面天王 一首歌火到大江南北的 蒙面天王 终于露灭了 没想到蒙面天王 这样如此年轻 李总 他真的是 奉黄吉他 刚签向的蒙面天王吗 没错 秦先生就是蒙面天王 他是蓝莲花的创作者 也是娱乐圈近三十年中 唯一的天王 拽 什么拽 还有唯一的我 我看他连钢琴王子的 一根羽毛都配不上 一个吃软饭的窝囊 被罢了 阿里比的少 钢琴王子啊 三十年来 唯一的天王 李总 您是不忘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 李总这句话说的 不对 你这意思是 天王另有欺人 当然 是谁 自然是钢琴王子了 钢琴王子 有网子很火那个吗 说实话 我觉得钢琴王子 这样的秦拓全都了 刚才李总这句话 这是一种偏破 沈雪 这是秦拓的见面会 不是钢琴王子的见面会 请你不要提外人 李总 我想你心里 应该也心知肚 你们凤凰集团 强行捧起来的秦拓 实力远远不如钢琴王子 来人 他给我赶出去 李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钢琴王子可是我的男人 那是感动我 钢琴王子会不会放过你 你说钢琴王子是你的男人 沈雪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 今天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这么多摄影机的面 我怎么敢撒谎 而且今天钢琴王子 会出现在这场见面会场 这是我们凤凰娱乐位 秦拓准备的见面会 外人无关 不得入内 你怎么是怕呢 我怕什么 我这是按规矩办事 你怕钢琴王子一来啊 抢了秦拓的风 让你苦心经营的这场见面会 你成为了他人 你更怕钢琴王子一来 他的才华实力远远超过于秦拓 到时候啊 就抢了天王巨青的名套 李总 沈雪说的真的吗 钢琴王子在音乐上的造诣 真的比秦拓强那么多 才导致您对钢琴王子 为之如虎吗 打铁还需自身影 与其怕这怕那的 不如乖乖认输 我和你呢 也算有一点交情 只要你现在低头认错 为之前封杀我的事情 道歉 并且解除我的封杀 我可以勉为其难的 让钢琴王子 稍微打发你一下 这样的话 你们凤凰集团 就会输得太早 李总 我留给你考虑的时间 可不多了 千万不要 乘一时口舌之力 李总 不必道歉 秦拓 我看你是不信心 你是非让钢琴王子 把你踩到你里吗 这一点 你口中的钢琴王子 恐怕做不到 做不到 为什么 真不知道 你是从哪来的自信 为什么 就凭你口中的钢琴王子 就是我 就凭你口中的钢琴王子 就是我 什么 门妹听话 钢琴王子 见是同一个人 卧槽 今天大喜欢 快拍照 快录下 明天的头发 必须是这点消息 秦拓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我秦拓 就是钢琴王子 你说你放屁 你冒名鼎屁 你什么样的能力 我清清楚楚 你之前的那首 光辉最悦 不过就是李倩找 凤凰集团的专业人 是代写的 然后冠名到了你的头上 以你的水平 根本就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更不配提 钢琴王子这四个字 秦拓 我看你是疯了 明明是两个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你是不是现在做梦 都要想着 跟我姐夫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谎言太低级 太低端了 我姐已经是 钢琴王子的女 被雄狮呵护过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 你这条野狗 秦拓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呀 玩笑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这是对钢琴王子 名誉的亵渎和污蔑 秦拓 我要求你 现在就跪下来道歉 向你道歉 向钢琴王子道歉 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 否则 我会立刻起诉你 并且动用钢琴王子的能量 全往封杀你 沈选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的是他 秦拓 看来不拿出证据来 你是不肯接受现实了是吗 你有什么证据 他有个屁证据 他就是共动玄虚 你不要被他吓入 对 他绝对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如果你是的话 你就把证据拿出来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 我现在就起诉你 这架钢琴是钢琴王子供应 是用过的 这架钢琴怎么会在你这里 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 住手 这架钢琴是钢琴王子的琴 秦拓 你这钢琴 是李倩给你发钱买的 我告诉你 你空有其情 却无其谨 就算你弹了钢琴王子的琴 你不过就是东师教评 我劝你 还是赶紧滚下来 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 更不要 玷污了钢琴王子的琴 就是 这明明是我女婿的钢琴 你这个废物拿着弹 算怎么回事 秦拓 你这个废物 也配弹我姐夫弹我的琴 同学 刚刚你说李总在害怕 但我看 真正害怕的人是你的 你胡说什么 我有什么可怕的 你怕被你气势如鼻吕的 我有权有势 你怕你求而不得的钢琴王子 正是我本人 说八道 你这废物什么秉弃 你有什么水平 我早就磨得一清二楚 你要是真有钢琴王子的水准 我又怎么可能舍得抛弃你 你还是不要在这里大放厥词了 赶紧给我滚下来吧 滚下来 滚下来 秦先生 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吧 这毕竟是钢琴王子谈过的琴 如果你再谈的话 有怪你的年生呀 那我们就用实力说 怎么可能一样 今天新闻 蒙面天王 钢琴王子 说人家何必 我唯一 华一乐团 不 应该说是全球娱乐圈 都将因为晴天王的出现 而彻底改变 天不神秦拓 音乐万古如长夜 不 不可能 沈雪 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你还不肯承认吗 我不是不肯承认 秦拓 他根本就不是钢琴王子 不是 可他刚才弹的那首曲子 分明跟钢琴王子那天 弹的一模一样 没错 这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很显然 这个秦拓就是看钢琴王子比他更红 所以他把钢琴王子的琴给满过来 又提前练习了钢琴王子的曲子 好在今天 瞒天过海 冒名鼎替 你这分明就是强词多礼 不是我强词多礼 而是我不小心揭露了真相 不信的话 你让大家评评理啊 哎 好爱沈姐说的 有点道理啊 快 让主编把明天新闻表里改改 就改成 天王秦拓 报重钢琴王子 沈雪 我真没看出来你心肠这么怠毒 当初封杀 钢琴王子可是我的男人 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有千万人关注 而我在他的身边啊 也会被亿万聚光灯给闪耀着 等到那个时候 我不仅反复来封杀你 我还要封杀你们整个凤凰集团 不轻而易举 你 李总 不必跟他争辩 看来你是知道自己理亏了 不 我的意思是 既然你说我提前练习了钢琴王子的曲子 那我现在重新弹一首 钢琴王子从未弹过的曲子了 不就好了 你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小心风大 闪舌头 谢谢 这首曲子好像比那天跟钢琴王子弹的那一首还要好听 姐 她这次弹的比上次公演的还好 女儿 这可怎么办 你快想办法呀 一首好曲子而已 这肯定是她让李倩找人带写的 这又不能说明什么 沈雪 我从来没有让人给秦获写过指 你不要在这空口白牙污蔑别人 我怎么污蔑了 既然一首不够 那就两首 两首你写得出来吗 那就二十首 五十首一百首 一百首 如果能弹出一百首琴曲子 自然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 秦天王你弹得出来吗 秦天王 你是不是已经预见了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提前做好的准备呢 你误会了 这一百首曲子我并没有提前预备 而是 现场补写 你要现场补写一百首 秦托 你他们疯了 这个世界上有人能现场 做出一百首曲子吗 别人不行 不代表我钢琴王子不行 哼 第十首了 已经第十首了 第二十首了 快打电话了主编继续修改标题 新标题就叫做 秦天王一人分尸两军 一天不写 白首神曲 第五十首了 以后娱乐圈的枪真的要变了 各位 一百首已经弹完 神曲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日完成白首金曲 就算不是钢琴王子 也顺似钢琴王子啊 放屁 怎么可能不是呢 比秦措这么高的音乐造诣除了钢琴王子以外 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 有道理 看来争嫁钢琴王子之争 已经落下帷幕了 姐 快说话呀 好女婿 刚才我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在你妈眼中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女婿 对对对 姐夫 我们看你这个见面会有点太单调了 我们给你上点节目 你要是觉得节目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上点 我给你学个狗叫 不不不不 姐夫 神雪 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不为难你 现在你马上滚吧 你绝不相信你就是钢琴王子 你们也别被他给骗了 神雪 你还在嘴硬吗 他能一口气弹完一百首曲 确实 但谁又能证明 这些曲子不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呢 谁能一口气谱写出一百首新曲子 反正我就是不信 当然了 我也有证据 还有反爪啊 你还有什么证据 快拿出来啊 早在当时钢琴王子走红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前去过大家 将一份特殊的礼物 亲手送到他家 秦托 你不是说你是钢琴王子吗 那你就把那番礼物拿出来呀 竟然还有这种事儿 就是不知道秦托能不能拿出这份礼物啊 秦托如果拿不出这份礼物来 让他冒充钢琴王子的事儿 不是坐实了吗 还有这样的事情 神雪 你还真是好手段 若没有这回事儿 我又岂敢自称自己是钢琴王子的女人呢 神雪 我给你留点颜面 我希望你能及时行务见好就收 否则到时候丢脸的是你 堕入地狱的也是你 秦托 你不要再说发言巧语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所以最后坠入地狱的也只能是你 妈 你这个废物都到这个时候还在装 姐 我建议你把钢琴王子的真人教 拆穿他的真面目 让他名声扫地 让整个凤凰娱乐都给他陪葬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那就别怪我 把你这最后一层的遮羞布给撕下来 喂 一分钟之内将神雪送给我的礼物 送到见面会来 要 穿得还挺像啊 只可惜 这只会加速你的死亡 神雪啊 神雪 我劝你趁着一分钟时间还没到 趁早离开 否则一会儿在大庭广众之下 丢不下你 想吓走我起 没门 我罩子 我们可不是被吓的 秦铺 我看该走的是你吧 等会儿 我的张女婿来了 你这个废物 只能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秦铺 你就放心吧 我今天有的是时刻 别说是一分钟了 就算是一个小时 十个小时 我都等着 钢琴王子的贴身管家 怎么是他来了 钢琴王子呢 怎么是你来了 当然是钢琴王子让我来 那个 我姐夫他本身怎么没来呢 这里有人冒充他 他要是再不来的话 这名字都被他败了 谁是你姐 无言乱 长嘴 住手住手 我这个当妈呢 应该能说两句吧 一起打 她敢打我 姐她打我 住手 你也要乱说话吗 我乱说话 我乱说什么话了 我可是钢琴王子的女人 你要是今天敢跟我一个好吗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还 姐 她不是钢琴王子的人吗 怎么还打我没有 就是啊 对我这个未来 丈母娘太没有礼貌了 以后你们俩结婚了 你可得好好收拾这个女婿啊 别以为她是什么钢琴王子 叫我们个狐狸取闹了 我说的是 等你琴王关以后再好好收拾 请问之前你可别不来啊 我知道了 到底是不是钢琴王子派来的 当然是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与你无关 好 你等着 等钢琴王子来了 我一定要拿好好教训 区区一个女管家 不分尊卑 竟然敢打女主人 找死 钢琴王子 你要的东西已经送来了 你说什么 你说琴拓 是钢琴王子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钢琴王子 钢琴王子才华很易 英俊潇洒 是少有的天才 还是轰动世界的艺术家 他琴拓 这是个吃软饭的废物 他怎么可能是钢琴王子呢 他绝对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你 是不是你私下跟琴拓 勾肩搭配 暗自勾搭在一起 我要找钢琴王子 我要见他 我现在就要找钢琴王子 我要让他亲手 把你这个不是死活的女人 给砸死 真雪 你认清现实吧 不 这不是现实 一定是你们 你们联合起来骗我 联合起来骗这里的所有人 如果是这样 那这些 又该做何解释的 这什么破玩意儿 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不就是酒店的房卡吗 遍地都是呀 这和今天有什么关系 和钢琴王子又有什么关系呀 这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明明把他 撬给了钢琴王子啊 你说呢 原来 原来你真的是钢琴王子 原来 一直瞧不起的你 竟然如此才华横移 原来我离天王居心 只有一步之遥 我却 我却亲手将他推走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老天爷没有客戴你 是你太不贪心 过犹不及 把他们赶出去 姐 姐 没事吧 姐 你来 啊 哎 寄托 你不干嘛 寄托 干嘛 你不做 我想寄托 美颜 寄托你 是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别的 我只想听你说 我愿意